平川书人静天天两不受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刚刚打完的天秀碑 由彩色大战happy 双方大战六局 赢一局就2000块钱 那这是双方的第四场教练 前三场教练happy都领先 已经拿到了6000块钱 我们看一下第四场 彩色能不能追回一分拿2000块钱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CH隐秘之秋 出生在地图 左下角是蓝色的王林 精灵ID就是happy 那个让人瑟瑟发抖的欧皇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前几天的话一个ES的总决赛 happy13比0 一个小分都没有 就拿到了世界总冠军 几乎把韩国所有的选手都锤了一遍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ID就是彩色 我们国内的精灵王 本次天秀杯是直播间的一个老板来赞助的 那一共的话12000块钱 赢一场2000块 马拉一共打6场刚好261是12000块钱 前三场的话是在欧服打 happy的话网络稍微占点优势 3比0直接击败了彩色 那从第四场开始是在网易天地来打 网络的话还是对彩色稍微占一点优势 这样比较公平是吧 三场欧服三场网易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彩色首发的是DH 还是比较喜欢用擅长的英雄 DH就是各种拼正面操作了 我们看一下happy这边 happy首发的是DK 那死亡骑士 这边的话第二个通灵塔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是一个狗流的开局 那接下来看看双方炼击的一个选择 DH上来打了一个加5的攻击之爪 那开局来看彩色这边很不错 好我们看一下happy happy的话DK一技能的话生的是光环 狗流嘛一般都是生个光环比较好 二级之后才有C DH练完DK点赶紧过来 找机会练一下小游轮到二级 然后抓一下对方练级 DK这边打了个戒指加三 哎很不错啊 顾价提高了一个档次是吧 DK硬一点比较不错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精灵过来侦查一下 哎知道happy的话开局还是练这个小点 DH刚好打完一个小游轮直接到二级 过来抓一下对方练级了 这边happy也是一直在侦查 怕暗夜精灵开分框 好第二个点 DK的话还是练一下小海龟 二级DH过来抓 这边DKDK的走位还是比较小心 往里面龟缩 这里DH走位要小心一点 一不小心可能被围杀 happy的话杀星还是蛮有的 你走的太靠近 一上来直接想把你给围杀了 好这里继续杀一个小骷髅 这边还想围杀还想围杀 DH走位千万要小心 happy这个操作还是非常强悍 好第二届终于抽到了一下DK 这边又想围杀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追局的话happy这个杀星还是比较的强烈 一不小心就来一个围杀 那这一波的话DK还是很安全的把这个点练完 顺利到了二级 那这一波练完这个点之后DK经验值领先这个DH了 DH商店买了一只鞋跑得快一点 确实跑得快一点没有那么容易被对方给围杀 DK第三个点选择练一下狗头人 但是刚好彩色丢失了一个视野 他不知道happy練哪个点 好现在DH过来抓 那练哪里呢一开始可能是练分框 过来分框一看 哎分框一看没有 那在哪里 哎然后去商店看一下 还是没有 这一波的话刚好练完 哎呦这一局的话 这个happy的练集细节 练集节奏确实打了彩色一个位置领域 这一波彩色很亏啊 找了半天没找找对方 那没办法赶紧练 再不练的话双方这个经验值差的会越来越多 好终于小精灵侦查到了 小精灵侦查到了 原来happy在练分框了 刚刚练这个点 然后再练这个点 我们看一下练完这一波 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被五级柴绕人打了一个 哇回二戒指 对k来说这个装备非常不错啊 到时候血量恢复的非常的快 DH打了一个恢复药水 那这边英雄等级的话 DK已经领先DH了 上来抽一下 那这边一发C5 直接把一个小AC给C掉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哎 彩色英雄等级有点落后 我们看一下科技情况 好 彩色奥本升好 happy的话奥本也要马上升好了 哎 这边DH追的有点过于深入 冰塔已经打到了DH DH会被围住吗 这这 哎哎哎 好像围住了 那这一波看能不能破口 能不能破口 DK没有C 这里的话DH还是跑出来了 差一点 这一局的话 happy好几次 差点把DH给围杀住 DH命也是大 没有被围杀 我们看一下奥本升好之后 彩色这里放下了双知识古术 然后直接跳三本 那应该是出一个熊路 正面刚的打法 这边happy看一下 happy现在是奥本升好 要不要二发呢 二发了 直接二发了一个那家 那这一局的话 插件是显示反了啊 右边的话应该是彩色 这边显示happy 这是插件显示反了啊 大家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那彩色也是二发一个那家 好双方要开始正面刚了 上来那家各种减速对方的大哥 然后找机会去秒一下 那这边双方接触一下 赶紧拉开来 双方都是二本跳三本啊 打的都是奔三本而去 所以说前击的话 稍微牵制一下就可以 这一局我们看一下 彩色这一局也是非常自信 一方面的话 自己的操作确实也很强 另外一方面的话 自己网络占了一点小优势 所以和happy凭正面操作 还是对于自己比较有利的 我们看一下happy这一边 happy这一边没有强势过来进攻 只是稍微的耽误一下你练起的一个节奏 这边看见你想练这个递金商链啊 直接把怪给打醒 可惜可惜啊 可惜这个怪醒的不是很彻底 稍微的A了一下 这边的话看看happy的侦察 做的也是很不错啊 第一时间过来确认一下 安爷暂时还没有开分框 那这里这个点练不了啊 DK一直在这里逛 这样拖拖三本 这边彩色我们看一下 双方英雄等价都是三腰都是三腰 不过稍微的话 DK经验值稍微领先一点点 彩色A想练这个大点 我们看一下happy有没有意识到 哎happy好像没有意识到 哎哎哎 突然又转身了 这边把这个7级的黑胖子 哎呦哎呦呦没有卡住 哎呦啊 这算一个小数啊 没有卡住 这卡住的话成功把7级黑胖子练的会很舒服 那接下来双方又要在中间争夺这个7级黑胖子了 DH很猛往前冲 哎呀可惜C还是C出来了 那这边C出来之后赶紧跑 对方的话那加各种兵舰 DKDK往前冲 想杀DH啊 DH赶紧撤 哎暗夜经历出了小路可以的 小路过来之后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可以稍微限制一下对方英雄的走位 这边7级黑胖子被双方各种拉扯啊 到底会成为谁的黑胖子呢 DH回家紧水一喝 刚才的话被对方的E发C消耗的有点难受 好我们看一下 这里又把这个7级黑胖子给骗过来了 Happy也过来 双方又要开始争抢了 这一波很重要啊 7级黑胖子的装备和经验值都非常重要 这里先处理一下这个亡灵的小骷髅 中间再把怪给勾出来 哎呦 双方这里打得都非常的谨慎 这一波 哎呦 一个冲击波放出来 暗夜的小AC很亏 这边AC倒下一个 又一个AC倒下 哎呀 这一局的话有点伤 好 DH杀一下对方的 追一下对方的一个DK 这暗夜死了两个AC 这边小鹿 小鹿要撑住啊 还被这个娜家追的有点深入 追的有点深入 7级黑胖子很强啊 到现在依然坚挺 暗夜有熊了 那返老还童一家 这一波DH恢复状态了 这一波 哎哎哎 DK走位小心一点啊 DK走位小心一点 我们看一下 看看这个7级黑胖子花落水手 哦 还是成为了这个DH的 被暗夜精灵拿走 被暗夜精灵拿走 装备的话 勇气头盔力量敏捷 各加5点 哎不错啊 这个装备对于DH来说非常不错 好 DK走位跑出来 哎 娜家 娜家 哎呀 娜家好像跑不了了 前面各种卡位 那这一波的话 彩色 死了两个AC 死了两个小鹿 然后抢了黑胖子 但是对方的话 只是死了一个娜家 好像双方的话 还是彩色稍微小 赚一点点吧 毕竟拿到了这个装备 这是部队阵亡的有点多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三发了一个 happy的话 三发了一个力气巫妖 买好了这个球 买好了球 好 练一下这个6级的石头人 刚才7级黑棒的没有抢成功啊 这一波练完之后打了一个棒棒糖啊 到时候抽一下对方的蓝也可以 现在的话 小狗生好狂暴 哎 毁灭飘起来 第一时间把这个白龙虎给吸掉 呜呜 上来一发弄啊 DH有点扛不住啊 怎么感觉 老是就是一般的亡灵选手 可能NC一下没那么强啊 但是happy这个NC 好像就非常 对他一砸 你要是一步 你要是没有第一时间拉扯的话 很容易被围杀 哎哎哎哎 这刚说完之后就被围杀住了 好 这里的话有个隐身斗篷 隐身一下 但是毁灭直接要去撒薄粉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反应过来啊 如果说力气一发弄啊 会不会被砸死他 好 撒一下粉 好 第二句反应很快 赶紧交一个例别 另外一表话 这里是双线 练一下自己的那家 那家差两点经验值到三 双方从开局到现在 各种拼操作 那从操作来看 双方暂时55开 暂时55开 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 彩色这边的话 侦查到对方 再练一下这个温泉 看看要不要过来抓 暂时有点来不及啊 也是练一下商店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亡灵三雄集结完毕 练一下温泉 看一下红龙能掉一个什么好装备 红龙掉了一个 哇 力量加6 DK非常的硬 暗夜精灵 DH过来抓 DH一个人过来 稍微有点危险啊 走位要小心一点 对方这个狗还是很凶 大部队过来 但是凡老黄头会第一时间 被对方的毁灭给吸掉 那刚好是秒吸啊 你刚加 对方直接秒吸 Happy这个反应 确实是非常的猛 凡老黄头再一次加 插了一个眼睛 到时候就看你钻不钻地了 你钻地的话 我这边有眼睛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科技啊 双方科技的三本 应该都是升好的 毕竟是吧 毒球使用它都有了 那接下来看看 有没有开分框 暗夜的分框 暗夜的分框 暗夜没有练 王林 已经开分框了 不过呢 分框的话 暗夜清零也是第一时间侦查到 哇 这一局 这一局从练集细节到开框 Happy的话 不仅仅是跟你拼操作 也是拼一个智商 拼一个大局观 那以前 Happy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哎 这个操作真的是世界第一 但这一局 我们看到 Happy不仅仅是操作啊 这个博弈 这个大局观 都非常的猛 好上来直接把这个分框 练完了 然后交一个TP 很舒服啊 分框 把练完 交个TP 然后自己分框开了出来 那接下来 留给彩色的时间不多啊 彩色必须进攻 你不进攻的话 王林双框 打暗夜单框 这有点难打 那接下来 对于Happy来说 很舒服 在自己的主场作战 我这边有腐蚀之地 这个部队的话 血量恢复的比较快 而且离自己的兵营很近啊 这个部队补给也非常的快 那彩色 这里要进攻了 我们看一下 双方一个人口 王林63 彩色才55 这一局 彩色人口落后啊 想一波冲下来 难度说实话 有点大 我们看一下 彩色买了两个炸弹人 哇 这个头路有点高啊 两个炸弹人 如果这个炸弹人 能把这个分框给炸掉 那就大赚特赚 如果炸不掉 就血亏 还不如自己开一个分框 说不 这里彩色 DH一个人勇往直前 DH装备还不错啊 有公主啊 有勇气头盔 还有一个无敌药水 这边 哎呦 Happy反应过来了 你只炸弹人 想冲过来 没机会 好 DH往前冲 升到了四级 这边炸弹人 也一波诺 砸掉一个 他第二个炸弹人 能成功去炸吗 哎呦 这Happy 防得特别的谨慎啊 两个炸弹人 全部解决 这一波彩色有点亏 我们看一下 正面操作 正面操作 Happy的拉扯 依然是非常强势 DK的话 有二级光环 跑得很快 很难杀 这里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杀一个巫妖 巫妖到了三级冰甲一套 往后抓扯一下 蜘蛛钻地 我们看一下 这里没有粉 或者是插个眼睛 哇 这一波好插个眼睛 杀一个蜘蛛 力气又过来了 这边自己的辣家 好 雪瓶一颗 这边有雪瓶一颗 我们看一下 DH继续追杀 这个巫妖 巫妖操作 真的是非常快 你A他一下 Happy就直接拉开来 甚至他就 你还没有A 他已经预判到 你要A他了 然后各种拉 哎 我们看这一波 好像能杀到 这一波我看一下 哎 好 这边一抽 把巫妖给抽掉了 然后再杀一个 那家 这一波 彩色好像打回来一点点 杀了对方一个英雄 哎呦 这个那家没有杀到 那家没有射到 那家的话 极限隐身 DH 四季伴的DH继续过来冲 但是Happy的分块 依然没什么影响 依然正常运营 那现在双方一个人口的话 彩色是38 40 亡灵 57 无疑有人口方面的话 亡灵优势太大了 这边分框啊 好像很难拆 很难拆 有点拆不掉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熊 熊要趴下来吧 反老黄童 先加一下 先把这个塔给A掉 这边 那家的话 还是隐身状态 隐身状态 好 这里也要看一下 彩色能不能打回来 Happy就是跟你拉扯 是吧 我不跟你正面刚 等自己的物妖啊 终于炸的 炸了一个 可惜炸的是个塔 没有炸到这个矿盖子 这边看一下DK DK走位有点 DK直接想上那家了 那这里你杀我那家 我也杀你那家 哎 这个那家没什么操作 这边那家没什么操作 哎呦 彩色没有操作过来 自己那家有点危险 DKDK 小号一波 往后拉扯一下 那这一波的话 巫妖买了出来 亡灵 现在的话 63人口 彩色是44人口啊 彩色已经落后 将近20人口 有点难打了 上来的话 哎呦 一头熊被对方给A掉 让他们看一下 一把C C了一下 这边的一个DH DHA对方的一个毁灭 英雄等级的话 DK领先比较的多 这边看看 DH DH无敌一跤 想杀对方的DK DK跑得有点快 能杀到吗 哎呀 没有杀到 想找到去杀对方的一个巫妖 巫妖能不能杀到 巫妖能不能杀到 哦 可以的 成功杀对方一个巫妖 不过自己这边的熊鹿阵亡 也是有点多呀 DH DH一丝人血 对方那家能点到吗 好 暂时没点到 暂时没点到 这一波要是点到 很容易被对方给A掉 那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双方一个人口 彩色40人口 Happy56人口 Happy依然领先 将近20人口 Happy的话 胆子有点大 直接过来继续练温泉 彩色这边 我去抓一下 彩色的话 DH要去补一下状态 DH状态有点差 见面很可能 对方一发C 就把你给带走了 那打到目前为止 Happy的分宽 依然坚挺 这一局的话 彩色越来越难了 资源差的非常的多 这一局彩色 向我们展示了 不仅操作牛逼 这个博弈大局 依然很强势 过来想杀对方的DK DK买了个无敌 直接交掉 那这一波 没有机会秒 对方的DK 很难打 亡灵现在人口 已经是63 彩色终于逼到了50 那彩色这一局 还用了三个炸弹能 投入还是有点大 如果这三个炸弹能 能够把这个资源 投入到分框 可能更好一点 当然 这是上帝视角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彩色 最后一次进攻了 看能不能击败一下 Happy 这一波 这不要涉及到 自己的尊严 还有金钱啊 往前冲 无论有见面的话 DH直接打成一四而选 保存回家 家里井水 还是蛮多的 井水蛮多 马上单传到前线 正式正面进攻 对方的话 有四个毁灭 这边反老 环筒用不出来 熊很快被对方给A掉 DH终于是升到了五级 杀对方的DK DK往后拉扯一下 拉下过来 点一下对方的乌妖 想杀对方的乌妖 想杀对方娜佳 等你杀对方娜佳的同时 诶 Happy 在杀 彩色的娜佳 彩色的娜佳 哎呦 四季娜佳倒下 那没有机会了呀 这边彩色33人口 Happy还有63人口 双方已经差了30人口 关键还是双框 打一单框 好 彩色 打出GT 我们恭喜Happy 第四局 Happy依然拿下 目前双方比分是4比0 Happy拿到了8000块钱的奖金 好 我们期待第五集 第六集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